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必须从今年的4月20号开始 今年4月20号刚好是复活节 那复活节对基督徒的意义是重大的 因为它是耶稣基督復活的日子 那我们用那样的日子来办一个 我们在市政府的广场办了一个 反对大妈主的那个做礼拜 做礼拜之后再做这些同伴 一起这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跟市政府帝出那个 就是康义的这个承情 那我们承情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法官四宪案1490号 讲到宪法33条 有关于这个人民的中一个 就是说信仰宗教是指的 它一个很重要的内行就是什么 就是你不鼓励特别的宗教也不对 就是好像有特定的那种主力的对象 比如说现在那个美国的案例就是 美国是基督化的国家 那圣诞节对基督教会的意义也是很重大 一年代就是这两个日子最重大 那美国的教会 美国的法院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 为了维持那个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议绝 就是说教会不可以用教会的名义去借学校的理他 来办教会的活动 这是一个基督化的国家 他教会的势力是很大的 但是他们既然通过这样的法案 教会也就这样遵守 因为他们要维护一个信仰自由的一个价值在那里 那当他在这样维护的时候呢 你再反过来看 现今到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 不断的利用消费 或者是就是说好像要做一些事情 假宗教之名义 这个是我非常反对的东西 今天你要盖大妈祖 那是不是你要盖一个 那你是要盖一个三太子爷 你要盖一个耶稣 不敢说耶稣 十字架 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全世界 那这样的话整个大家 这个园区应该是全世界所有的神像 都应该放在那里 才能够合乎这个宗教自由的那个原则 那你没有的话 你这就是徒利 那圣哥都讲一句话 你就是献妈主与不利 这是献妈主与不利 你嗨妈主 而且怎么样 妈当我们4月20号咖咪的过程里面 后来在5月底 我记得若梅记得5月30号 跟董事强市长 就是在市长市里面面对面谈这件事情 在那之前呢 大概是前两天吧 我就是在5月20到29 我特别开车载着太太小孩 岳母 我们全家 就当初来 他说我们去大安港 其实我们去大安港 还不是大安市区 是大安港 的那个地方 我们去见到每一个 我们去问他说 我们对大麻主建设有什么意见 大家都说不要 大家都没有 重点是什么 那个地方 连自来水都没有地方 你干这个东西要做什么 连自来水都没有地方 而且他的自来水 他们必须开车去苗栗 在山泉水下来喝 然后当地的那个自来 所谓的自来水 其实就是井水 那个井水根本也 可能连 你可能都比较敢用 可能验一下 看大山赶俊的指数怎么样 因为在大安港的北岸 有那个劝养租卷 所以大安 大安这个地方其实还蛮辛苦的 他平常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五根还六根大烟冲在那里 对不对 他入了城 好多在大安 所以大安 然后台中港 台中港污染 那油出来呢 也刚好就在大安那边的海域 所以大安那边海域海水 他的卫生是很糟糕的 又加上这些养猪户在那里 所以那个地方的水质真的是 反正这些很烂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一天我们刚好又去拜访 我刚好去拜访 那个大安当地的牧师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在大安的市区 大安市区有7-11的地方 他是自来水跟他的金水各一半 混着用 所以当一个地方 他连基础建设 连水源电力都供应 都还是这么不完整的时候 你干这个东西要干什么 对不对 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钱 或是把那个经费 设法在这个 跟人民生活有关的这些东西上面 应该先去改善这些嘛 即使你干了大安妈祖 弄了一个什么 Vila 还是什么 Hotel 什么高级的 连水的问题都这么困难的时候 你干那个不是是空壳吗 不就是空壳而已嘛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当地的人 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信仰中心是 正男公没有错 可是他会去大甲 去大甲的正男公去上乡 虽然大甲正男公 妈祖小小尊人 可是他们觉得他有力量啊 他相信这个妈祖有力量啊 你干一个这个几公尺啊 几公尺高的那种 神像不是因为大尊就厉害 对不对 对吧 我这样讲没有错法 虽然我是个牧师 但是我的性子是这样 如果有错误 大家再纠正我吧 不是因为他大尊 所以他就厉害嘛 他跟大小跟他的 跟他 我们去信封 去膜拜的那理由 不在于他的大小嘛 你甚至到教会 教会连耶稣像都看不到的 只有十字架 可是你还是相信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 所有成就的事情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你干这个东西 第一个 就很明显的 你在消费大甲的这些 妈祖的信众 第二个 你先妈祖于不义嘛 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 就很糟糕 然后5月30号的时候 我们跟市长见面 市长第一句要什么 锁料飞机啊 锁料飞机啊 他就是这样讲啊 意思就是说 他当初要盖大安妈祖 等后来发展出来 大安妈祖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想到 那代表什么 他当初在干的时候 连评估都没有评估嘛 对不对 可能地方人师 林理长 或是什么议员 跟他讲 好好去干 啊那个 我们知道我们市长有一个 这位市长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特质 只要什么 只要是要花钱他都好 好 这是另外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必须承认 我 我 我不是台中本地的人 我的家乡在花林 那我因为 因为工作 因为我在教育工作 1999年 就是921那一年 我派到台中 那一年的市长叫张文云 那个申哥近两天 在脸书上面帮我们复习了一下 张文云有一个 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那时候 台中市因为那个脱钓厂 可能 反正我是讲给你们两个听的 我们老人家自己复习一下 那个脱钓的公司 应该没有配的就好 所以 有差半年的时间 路边是停 双排停车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脱钓车 所以那时候 张文云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这个开到哪里就乱停 也没有事 后来 后来 这样上来之后 继续市长的任务 只有发现 他唯一的 唯一的建设 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 我如果没有记错 那时候的重画区是到八旗 然后现在十几人 十四十五 是不是 很厉害 以前立任市长 一任画一旗 他一个人就画了看多少旗 所以我们就说 他是那个 卖地 就是 开中山一旧 就是 厉害小孩的市长 真的是厉害小孩 他只会卖地 卖完地 然后接下来 再发解去告诉你 台中市是全台湾的 负债最少都市 就是 我这个 我这个想给他 骂下去 对不起 做一个牧师 应该要有气质一点 但是呢 实在是 遇到这样的市长 那人实在是很 很没有办法 只能摇头 然后 当那一天 我们跟市长 在会谈的时候 最后他给一个结论 很漂亮的结论说 如果大家反对 我们就不干了 我们就不干了 结果呢 现在 无意过了 我刚听到消息 是大甲的一个营造厂 又无意把他标起来 所以 而且他那之后 他不断的流标 他不断的再招标 再流标再招标 这样子一过去 然后 我们就真的是 我个人的感觉是 真客的话 真的不能信 真客 但是老胡的话 你要相信他狗食可以捡来吃的 原因就是这个 我看过那个 那个MV很多影片在讲这件事情 结果当自己被骗的时候 我觉得 天啊 这是事实 而且一点都不过分 那我会觉得说 那作为一个牧师 我带领 我秉持着这个 圣经的原则 在想要过每一天的时候 我看到我所居住的都市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站出来 一定要站出来 而且我穿很多人站出来 一定要穿很多人站出来 那最后我用一点点的时间 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都是有影响力的 你站出来 你可以带一点站出来 一个再带一个站出来 那个力量就出来了 这个是我在想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努力这样的经理 那我们公益行动教会 打一下广告 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半 在台中公园里面 跟我们前面 我们在聚会 我们有第一个小时 是民主的论坛 和医师跟声哥 都是曾经是我们的讲员 也是秉持哲武的精神 但是我们是 礼拜天下的时间 如果天气不会太热 雨不会太大 欢迎大家来参加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是 真的是 就一个结论 国民党不打 台湾不会好 谢谢大家 对不起 忘了介绍 王琪我今天的一个任务 就是主持人 介绍全台中最美丽的律师 全台湾 全台湾 最强的女律师 无意不语 然后 无所不在 以及跟律师那种等一块 特有感觉 I am everywhere 那种感觉 已经快要赶快了 来 我们用掌声欢迎 我柯嫂跟律师 那个简号在马台 加油 这算是我第三次来到哲罗国 第一场 第一场是 也是造价最高的乌楼预算之一 就是十刚隧道 然后大家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是很夸张的 他把一个隧道 然后要开发三层地区 其实就是要买三线的票 好 那这个案子 我们已经 已经提诉中了 那这个案 结果呢 提诉中我们还真赢了耶 可是赢什么 他那个是还评 他还评通过了 然后我们跟他说 拜托 你三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趁着太阳滑学院 把这个还评通过了之后 一百亿的预算 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 他们 经济部在四月 对 经济部在三月二十八号公告说 这个十刚这一代 从九二一直以来 都是地址破碎的地段 所以呢 欸 后来他们自己 我们就号召了一千人 提了诉怨了 也到市政府去递诉怨状 结果他在上个月 说他把那个撤销掉 撤销之前的这个还评 他认为说 应该还要再做地址调查 但是重点 他还评还是通过 他只是说要求市政府 你要做地址调查 就这样 这个是十刚返税的那个 我第一场 那第二场就是 也是大概一个月前的 这个学徒缆车那个案子 宣布缆车 那这几天也知道 开始又要遭伤了 开始要遭伤了 所以也是非常难过 不过就 这也是他的一个政绩之一 所以他势必也会在选举之前 赶快先做做样子 那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我要特别强调 我不是公益行动教会 我本身呢 其实当初 考上律师那一年刚好是921地震 那这样拖入我的年龄 对 然后那一年呢 因为在考试又发生地震 然后 就很多学校图书馆什么都不开了 于是我有去一些 这个妈祖的庙 他们有一些图书馆喔 然后就那一年许多都没有人 好安静 而且真的考上了 所以后来呢 我也是特别有跟着妈祖一起去 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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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的感谢 对她的感谢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相信妈祖她不会希望 要盖这个 这么乌龙的一个建设 我相信是这样子 所以有她在 我也能够更坚信我们的坚持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案子 继续把她诉讼 能够争取到我们这个胜诉 好 那我现在就来讲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简单的历史吧 好 大安海水浴场 大家可能不太有 不太知道 其实她历史悠久文化发达 她从1932年就建立了 其实她整个占地来讲其实蛮大的 有到30公顷 后来就是世界大战之后荒废 那真正开始有建设的时候 是在民国50年 就是这个1960年的时候的大安相长 可是那时候是包给民间来经营 那因为那个水质污染 刚刚刚那个牧师有讲 那个水质很差 设备也很旧 后来她就只把她弄成一个 这个冰海油气区 然后还盖了一个那个可以 一些游垃圾丝 就是让你不要去亲近海滩 你来玩这些游垃圾丝的意思 然后就弄了一个冰海油气区 那2001年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案子 刚好 我那时候刚受库 我记得 这样是念过几年 又透明了 那个时候我刚好受库被台中的某大事务所 然后刚好也是年轻飘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打这个官司帮他辩护 帮这一位流淑媚女士这个辩护 那时候就是利用大安麻主人区 来争取省政府的经费 然后来暴力 可是呢 两年之后被收押了之后呢 就一直都没有遭伤出去 所以2003年的时候 这个大厂感觉都超标 那到了2006年的时候 整个厂商全部退出了 就关门大吉了 结果时隔6年 时隔6年 那当然这个时间也是胡市长上台的时间 还是去检测啊 还是不合格 还是不合格 我们等一下看新闻 可是呢偏偏他就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 就说好 我们要建设我们的蓝带 我们有绿带跟蓝带 蓝带的海洋观光 来带动这个什么音乐祭 因为他看到这个墾丁啊 或者是福隆啊 哇 这么热闹 那台中也应该要来一场 结果那时候 在办这一场音乐祭的时候 还跟大家说 这个大厂杆菌已经有比较适合标准 欢迎大家来 可是呢 后来也是发现 他们也是劝这些 大家都不要拖 就是不要赤的脚进去海洞上面 等下新闻会看到 然后接下来隔了 年底的时候又办了一场这个 我们知道胡市长其实跟那个 跟苗栗的某县长一样 都很爱办这种大型活动 然后8月 今年8月也有办这个 来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道大安 只准暖沙 不能踩水 知道吗 就像道肯定不能穿土姬米一样 这是中式泰箱的一个问题 那时候在 他就在讲那个 102年那一次第一场的蓝带这个观光记 第一场的蓝带观光记那一次 那刚刚牧师有提到这个废水污染 就养猪木的废水污染 那这个大蓝带菌是 真的是全台湾平比的海滩里面最严重的 所以你连他还跟你讲 你受伤的话最好不要下水 这个伤蛋水子很差 那有啊有伤口窃入碗水 然后另外的话他这边有讲 上面喔上面都公告喔 他说禁止这个嬉戏喔 禁止踏浪嬉戏 现场有标示水值不佳这样 所以这个是 欸我一直还要罚钱欸 我到海滩然后水值不佳 然后我要下去踏浪嬉戏 我一直还要罚5000到25000元 所以就那个议员说好比辣妹喔 倒肯定不能穿比基尼一样喔 好这个是丹安海水浴场的小档案喔 有81年的历史喔 好这个是今年的喔 今年暑假才刚刚结束而已的这个观光季喔 那当然也请了很多热能的歌手来到这边来演唱喔 但是好像大家都没有参加有趣的人举手 好然后就有几个沙雕啦 有几个沙雕其实也是在行销台中嘛 他在预告说2015年喔 台湾灯会在台中嘛 然后这个2018年国境花博 又要撒钱喔 然后刚刚这个部分我要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喜洋洋 大家知道喜洋洋是哪一国的卡通吗 是啊是啊 所以他在迎接谁啊 因为明年是洋年啊 明年是洋年没错吧 所以喜洋洋像是我们的主天主 主灯欸 会不会有点悲哀喔 这就是他那几个沙雕我们看到12345 有点像扁扁的那种造势 好那我们看一下官方旅游局 他当初的施政计划 谢谢妈哥 为什么一个蓝带会变成一个 妈族人区出来喔 在100年的时候喔 100年也是我们合并是不是 那个时候喔 推出了他自己的这个施政计划里面 刚好看到了一个蓝带官方计划 但是他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什么 妈族人区他只是说我们要重塑大安冰海乐园 只有这样而已 然后说要结合这个自行车步道喔 因为我们是一个艰难减碳的 这个全国第一里的都市喔 然后接下来到了101年 103年有个中城的施政计划 里面也是都讲的差不多啦 他就说101年要把这个冰海改造 然后102到103也是要做这个什么 自行车道喔 到103年的时候 政策就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东西喔 然后开始有个大安冰海乐园 可能快要选局喔 就就把它弄给开发出来了 然后规划喔 北园跟南园喔 北园跟南园 北园呢就是 其实就是目前还有冰海乐园的一个地方 就叫北园啦 然后还有个跨 大家可能去过的话有个跨海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小桥小桥 跨海的小桥 然后跨过来这一边很荒芜的这一块呢 就是南园啦 南园呢就是要盖这个大型妈祖本像这个部分 另外下面的部分就是连接大奖 大安清水然后做休闲自行车道 好那伸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那一天我们有跟慕斯一起去面见市长 面见市长 市长其实他很天真喔 他就是说他觉得我们要有 我们台中要有个代表的东西来象征我们 那他觉得像圣家或者是像巴西刚拜完的一个氏族 对不对 那大家拍巴西一定拍什么 基督山 就是那个基督山的那个神像 那他因为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卖点 那将来如果台中有像华博这样的大活动 一来我们看到自由女神像 就看到了我们的妈祖神像 大家就知道台湾就是离台湾这样子 所以他那时候很天生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盖一个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妈祖神像 那另外他这个计划园有了 来大家看一下上面就是北园 那中间有画一个小桥 那当然他说他小桥也会把它弄成大桥 然后就南园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妈祖主题园区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 后面在讲这个环品的部分的问题 他把它切割啦 刚刚有讲过整个区域其实是二十几公顷 但是他把它切割这一块出来 这一块的这个 这一块长小型的圆圈Circle 他是把它切割成4.8公顷 来规避五公顷应进行环定的这个规定 那大家有看到这一条有一条直道 他叫瞻仰大道 瞻仰就是让大家吵败了 他认为说将来大陆不是 将来全国的这个妈祖神徒都会来这里 所以每年的这个游客率是几百万人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宽阔的很强的 瞻仰大道才够用这样 所以他的设计大概是这样子 好这就是北圆跟南圆 好然后整体配置 他有八大主题区 八大主题区 那原则上的话一当然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第一期工程 主题雕像跟基座 那刚刚讲的那个寺 寺他叫观景大道 本来叫瞻仰大道 后来改名字比较好听一点 这个是后来新版的PPT 我把它下载下来的 旧版的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找不到目前还在说一句话 那另外的话 他另外还有一个水木电影 哇塞 五千锡 五千锡 那水木电影 希望大家不用戴着口罩 然后穿着雨鞋 帮你看 然后另外他有规划Villa區 有沒有看到 其实他喔 其实胡市长的想法很天真 他就觉得说我盖了这个东西 游客自然就会来了 那游客来 谁就来啦 商 有商人他就会来 他就会去认你 我就来租雨市场 我就盖饭店 用旅馆 就会有那些 来做这些剧场 他不需要出一毛钱 他可以BOT 或是招商出去这样 他的想法是这样 一开始的建设 不是只有六亿 一开始十二亿喔 十二亿 这个就是刚刚选景图的 大家不要小看雕像好吗 雕像不是只有水泥而已 人家里面是有规划的 人家是专业建筑师 国际建筑师规划 你看 上面有个那个 可以坐上去景观台 就好像这个旋转的这个什么 Tower一样这样子 景观餐厅喔 里面很多的内容的 虽然现在也只剩下大家以为基座 其实他基座也是里面喔 还有商场啊 有这个 这个很多很多很多 莫这样子喔 可能也会卖那个国际精品 这是你看喔 像他当初的一开始的设计 他的业务经过 所以真的是政策大转弯 是102年喔 8月的时候突然之间 市长简报 有没有看到 第一次市长简报 第二次市长简报 他的一个创建 创建 然后接下来 当然观光局就很快 快来设计规划 就找了一些 这个建筑专家 那本来想说 就这样 市长应该没问题啊 我们用6亿来盖 很多浅啊 大家知道 南原真块土地 其实这个 其实它是淤积的泥沙 它整个是沙丘的地形 所以一些建设 建筑专家来地质端探 之后 发现在这个上面盖 70公尺的这种大型的建筑 不可能 不可能 愿意做得起来啊 所以它经过了几次流票 走过是三次了 6月28号开始 就是厂商不足 然后后来7月11号 又第二次也是供 这时候都还是 这时候都还是那个 还有含雕像的喔 这些时候都还有含雕像 后来到最后一次 就是今年9月 我在想要可能回避掉鬼月 所以6月7月 招商都流标之后呢 9月 其实它8月没有重新上网 这是旧的简报 9月重新招标 那9月24号嘛 就标出去了 那为什么会从12亿变6亿的原因 其实不是 它 我们那时候去面前市长 他讲的很好听喔 他讲说 我们6亿让民间募款来盖交项 我们只要花6亿盖基座就好了 不需要花到12亿喔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喔 那其实是怎样 金箱就没有人要 根本就如果雕像含基座 是没有办法6亿做起来的啦 所以他只能够 他的钱他只够来盖这个基座 然后把雕像让募款的方式来盖 这是420路过台中市的喔 那他上面也有说 我是大安人 我姓妈祖 但是我反对妈祖人区喔 那这一场喔 其实你看看人很多喔 其实应该有 据说有300人喔 可是也有 也有 应该不是喔 那一天其实就是牧师市民广场 座礼拜就是我们的公民行动教会的牧师喔 好 来我们看第一期 刚刚有讲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第一期就是这个主题 就是红色的这个雕像加上基座喔 那 那里面有讲食材喔 食材不是水泥喔 高级食材打造 然后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嘛 所以雕像部分 由工艺劝务团体自行捐赠 所以他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这个雕像 因为没有人能标的到 因为这个喔 地质 地质不容易盖这么高喔 所以就只好用捐赠的 好主题开番喔 第一期包括景观大道 然后上面有9个平台 就可以9个平台9次可以在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跪拜9次这样子 上去9次 对对喔 应该是这个原因 好分期计划喔 我们来看一下经费喔 大家看一下 第一期主题就是6亿嘛 刚刚有讲过 包括了这个雕像 雕像是他说要劝募啦 所以只有基座跟景观大道是6亿 那第二期喔 第二期喔 第二期是景观桥啦 景观桥就是刚刚讲的那条 跨南园跟北园的小桥 要把它修整一下 变1.2亿喔 这个部分 那第三期 第三期是要OT啦 因为他也是很天真 他觉得我只要盖了那个一二之后 人潮就落意不绝 所以就会有OT 就有厂商来投资 厂商来投资就可以做了很多的这个 水木电影Vila 鱼市场 预估可以招商到4.8亿 这样大家了解意思喔 这是第三期 他希望的这个招商喔 好 那我就来讲一下 我分享一下我们 终于在下个月要分 10月29号要宣判的每一万案喔 每一万案 那大家知道其实他抗争非常久了 抗争非常久 你看他在 他其实整个海岸线 大家看起来好像距离大概一两百公尺就是海啊 但是其实喔 来看一下地极图 好 地极图他是切着海岸线 整块就是美丽湾的预定地 那这一块预定地大家看 大家这样子比例子看不出来喔 他是六公顷 六点 后来增加了一些就变六点多公顷 好这一块都是美丽湾度假村 古根有限公司喔 你看喔 他们所合发的一个整体 他后来把他合并整体 所以六点多公顷而且在海岸 而且是山坡 大家看一下他是海岸上面是山坡 所以他是一个海岸山坡地 那海岸的话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以我们现在区域计划法的规定喔 只要是全台湾的各地方海岸 都叫做一般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 那有一些海岸是比较珍贵的喔 比较珍贵的喔 比较珍贵的喔 那种叫做自然保护区喔 那个那个比较 那另外当然还有 有一些有列为珍贵湿地喔 超过喔 珍贵湿地的那个又是更高级的 一个保护区 那我们知道大安 龚建这么差怎么可能是湿地 对不对喔 也不可能是自然保护区嘛 因为也没有东要在那里生存 也甚至都很少 所以就只是一般保护区 那这里山元海岸喔 很可惜它也是一般保护区 所以呢 一大堆厂商 我们之所以捍卫用这个生命在抗争喔 抗了美丽湾抗了九年喔 八年喔 就是为了避免整个海岸线全部BOT 你看到那个黄色的区域 其实现在目前最佳的之后是六公寝 八十间客房 接下来旁边全部都已经要准备送件 月月浴室喔 这些都是要BOT出去的 所以只要就是像海角金要讲 山野BOT 海野BOT 将来整个会沦陷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去抗争美丽湾 美丽湾违规在哪里 贵宾环迪大家都知道 他怎么切啊 他把它切齁 来看他的建筑 其实他的主建筑是在中间嘛 他旁边有游泳池停车场 甚至于他一台有独栋的villa 在被这个建筑挡住 那这个建筑物呢 他因为比较窄 就是瘦瘦的 可是很宽嘛 对不对 他就是很宽 但是他瘦瘦的 所以他占占地把它切割出0.9公顷 然后就说一五不到一公顷 三坡地 因为他是三坡地 所以三坡地 再加上一般保护区 海洋的一般保护区 所以一公顷就要还品 他为了规避还品 他把它切成0.9公顷 然后只有针对那一个主建筑 其他villa区 游泳池区 全部没有算还品 这是他在97年的时候规定还品 还品通过了 不是还品通过了 不是还品通过了 开发许可通过了 开发许可通过就动工了啊 大家默默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呢 一直到 后来有盖出来了 盖出来了 附近的人民才发现 怎么突然之间 这里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海水浴场喔 现在围起来了 我们不能都进去了 才开始跟华保团体说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 去掉盆本出来才发现 地幕都被他变更了 地幕都被他变更了 后来他们才又补作还品 补作了几次大家知道吗 很可怜喔 第一次补作还品又过 第二 于是环保团体又开始抗争 又打官司打了两三年之后 终于又撤销还品定验了 他在去年12月又补作还品又通过 所以他连续两次补作还品通过 现在又在撤 所以我们去年又再提第二次的撤销还品出送 第一个是第一个诉讼是他规避还品 我们要求他还品那个胜诉了 第二个诉讼呢是我们撤销第二次的 就是第一次的还品 撤掉了 接下来这个官司在29号判决 在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要撤销 当然期待很高啊 应该是会撤销掉 好 可是已经盖好了 口环境已经破坏了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妈祖 最后被我们请下来 已经盖好了之后 我们要请他 不好意思 你要离开这里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还品法 接下来 好 大家就忍耐一下 这个案子喔 就是规避还品嘛 就是说开发行为 你如果有下面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是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那包括像工厂这个 大家都可以知道 那我们这个是落在 跟美丽湾一样 是落在6 就是游乐风景 高等足球场运动场开发案 好 这个部分 那开发 那另外有个指法 叫做开发行为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系列 因为他刚刚这里有讲 金庄主管机关公告 那他开发这个 这个信幕里面的第四条 这一条 这个很好玩喔 这个是张耀忠一文 突然脸书失去我就问我说 像这样子 要怎么去质询他说 他要做管评 然后我就 那时候刚好也在外面 就滑手机 就滑到这个条文之后 我看到妈祖园区 我就想 就园区啊 就园区嘛 那园区的开发 他不是就要进行还评吗 那我们就来看他符合哪一款嘛 他不是实地刚刚讲过 他也不是野生动物保护区 因为他很脏 所以他也不是自然保护区喔 上去 我去那个公道上 他也不是自然保护区 水库当然 刚连自海水都不能喝 当然也不是保护区嘛 那也没有原住民 也不是海岸三坡地 所以看来看去 就哪里啊 我现在要看哪里 那也不是农地嘛 所以他看来看去就是 位于都市用地 他是都市喔 因为我们升格喔 不好意思喔 所以 所以我们是都市 那 那个开发叫五公顷以上 我就很高兴的 赶快把这个法条 就辞讯给张奥中 然后张奥中就当天 就在议会里面 那个炮轰说 这个没有规避环体 怎么可以过啊 诶 结果咧 结果后来 那个观光局就去行文 给这个环保局 环保局就回来说 喔不好意思耶 我们虽然叫妈祖园区 可是我们这个 这个条文是适用在 科学园区 不难算 妈祖园区应该算封解区 妈祖园区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不能这条文适用 他就这样回函给我 然后张奥中就觉得 诶 我是不是答错了 然后我就赶快再找啊 那我找下一条 走可以吧 港湾 那我来看看他是不是港湾 他毕竟是在海湾 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用港湾来看的话 那他总是 符合哪一条 看一下喔 第八嘛 第八 他是一般保护区嘛 所以一公顷就要还品耶 那不是更帅 好 那他可能又说 诶 我们不是港湾 我们也不是渝港啊 我们只要盖妈祖园区啊 那好吗 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风景区的开发 不能再说他不是风景区 他是宗教的区这样吗 他是 对他一定只能说是风景区啊 油气设施嘛 那 接下来就看了 那一样 好像也是在最后的 第五 对不对 第五是山坡 对 还有一般的 一般保护区 升级开发也是五公顷 所以他是不是切割了 他是不是故意回避五公顷的范围 不管从刚刚园区的开发也好 或是这一条也好 他就是故意把 规避那五公顷 把它切成四点八公顷 然后来盖妈祖园区 因为他全区是超过十公顷的 好 然后二十三条 如果 没有 这就是我们目前要提的诉讼 好 我们要提的诉讼 我们要提的诉讼 就是说 开发单位 他没有去做还品啊 那受害的人民 还有公益团体 可以对这个具体内容来写公民告知 就用书面告知主管机关 那如果我书面告知之后呢 六十天内 这个台东市政府还是不理我的话呢 我就可以以这个 以这个台东市政府为被告 来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然后判定他 你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之前 就要什么 就要停工啊 就要停工 好 这是目前我们要进行的诉讼 简报完并 那这一支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可是这一支是哪一国的 白亚特别要知道 不是喔 这是香港的 因为我们要提香港 大家看一下那个背棋 背棋比较原是香港 如果背棋比较尖估 也是我们台湾的 所以我们也一起 这是香港的 对 他一样都是第一级的 这个背棋绝对 好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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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那其实 我一直觉得说 在 在跟市政府交涉的过程 我们还有一次 我刚刚没有提到 我们特别在市议会 最后要省的时候 要送那个 就是 他在省的时候 我们又带了一群教会的 弟兄姐妹们去旁听了 然后故意让 市府知道 有很多人在旁听一起 照过呢 他就是要过就是要过呢 我们就很强烈表达不满 然后我们拜托孙议员 其实这件事情我必须说 真的不是故意要分颜色 但是你会发现 国民党议员就是帮他护寒 然后我们怎么样距离一争 都没有用 所以 真的很期待 我真的是很期待 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这个 我们就是非国民党可以过半 因为真的要过半 才有办法在这个市政上面 真的监督这个市政府 我们台中号称 府会一家亲 是不是 市政府跟市议会是 刚做会 没有那个监督的效应 我觉得这是台中的一个很大的悲哀 所以你看到台中市 我从我家骑来这里 每一条路是平的 铺好还是不平的 刚铺完了 你在学师路那里 刚铺完马上去一个洞 然后一个洞还在那里 然后我就觉得 我怎么那么夸张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请到台中的这个钢铁人 台中的这个 复仇者联盟的队长 这个傅中生 傅大哥 他是我敬爱的生哥 是把时间交给你 给我们更多的解说 对方一个人来讲 好 各位 来 哲铁人 哲铁的朋友大家好 我必须先很抱歉 因为哲铁已经努力很久 但是 我上次当听众 这次在这里 那我不是不来 我几乎都爱参加 可是真的 真的 当台中市民真的很忙 那 诶 等一下 好 那就放大了 谢谢 这个 因为刚刚那一位 其实我们大安邦女人区界之后 我们大概有两个问题 一个 第一个就是违宪 第二个就是规避法庭 所以我们总的刚听起来 大概离不开这些 那 我要修一下说 我跟 那个 克律师跟牧师不一样 是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就到过这里 这是我 谁没有过去 你不要笑 你以前是很帅的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再笑 就给我滑 赶快不要看到了 好 我们看第一张 啊靠 怎么又这么帅 我要看文字 不是看照片 其实 我现在是大概在回顾 刚刚其实 牧师或者是邵政 有提到的这个 整个过程 我们 可能各位 也许也有都参与到 市府广场 抗争那个过程 可是我们可能跟一般的 所谓乡民或市民 不太一样是 我们在政策的 行程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去介入了 我们就要去表达意见 很多我们常常听到 抢救这两个字 对不对 还有支救会 像神刚 对不对 当我们开始发出 抢救的声音的时候 通常都是已经在 所谓预算执行 就像现在 貓球区已经是 绝标了 这个东西已经几乎是无法 无法我们 除非厂商怎样 绕跑 就像我们的 伟大的秋红库 那一个 那一个过程 国际过程中心 最后一会到了 有了一个 很美丽的秋红库 这样子 这个大概是 我想想看 7月7号 我们在台湾市 一个交货记者 那是在讲之前 的那个过程 那 这篇文章是 在绝标的当天 就是 邵圈他提醒我 就是当天 要第三 第四次嘛 三次流标嘛 我都没记错 三次流标 到第四次 要再 开 开绝标的时候 招票的时候 邵圈提醒我 那 我心里面 我个人 常起来在 包括祭儿馆 包括像水南京 贸易集团 塔 或者是很多政府 当他要下决定的时候 对我来讲 他其实就像 开乐透的感觉 就是 你前面已经付出 跟一群战友 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们希望那一个结果 再度流标 对不对 看能不能就 就这样算了 可是 后来 其实我跟萨真 应该都 我们都是一样 就是 我们在追这个 结果的时候 我们会 其实我们的讯息是会 比较主动的去找 比方说像市府的光芒 他在每一个会议 比方说文化资产审议 或者任何一个会议 绝标工程 其实他都会公告 那个公告 就让我们觉得很痛心 所以我才会写的说 讲白话一点就是老吴说 你们对妈祖像有一件 我们不盖了 但是总预算12亿 我们照花 反正预算是一位通过的 一切合法 我是在 因为那个 新闻稿里面 市府的新闻 已经讲了文周中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为什么更改 更改这个所谓的工程内容 然后我们还是 同样的预算 还是一样要这样子卖给你 假设我们说今天 我们去 呃 女生去买衣服 男生去买鞋子 我买电脑好了 买手机 我原本告诉你说 iPhone 6 我只要卖你3万块 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可能有一些 内部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现在改给你iPhone 4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要3万块 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如果你应该不熟 对台中市政府更改工程 发包内容 正义的马祖像 部分工程可以去除 本人持肯定态度 就是说 你不盖了 那你就告诉我 那个就是一般的工人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预算的内容是不是可以 事后随意更动 这部分就要请问台中市议会租公 你们认同这种藐视议会 随意更改 发包内容的嚣张行径 然后为了选举 不择手段满干 因为不是新闻 议员的监督功能在此必须发挥 做事不管或刻意回避 无论蓝绿 想严认的议员 你们确定还要选吗 所以 我跟大家提一个概念 一个政策的行程 包括 我们现在工画设计的台湾卡 做一个模型 2000多万 刚刚佳友讲 这是一个还在所谓工画设计的过程 他可以事先花了很多钱 然后会就做学者 然后做了很多工画设计 那个书大概跌跌跌跌的这么高 一整整整 这个房子都放进去的话 每一个标 研究费或者是工画设计费 包括那个什么招标 那个图 有没有 我们台湾卡其实有很多 镜图 国际镜图 就花了很多简图 到最后盖出来 跟那个原本的图 都没有什么 绝对都不一样 就像台湾卡 我曾经见过那个 设计师 日本的那个 日本 我看日本的名字 韩记 原本不会小 对 你确定吗 靠 好啦 反正就是那一位 设计台湾卡 就是那个 三角形 然后 那个什么 榕树根 然后上面有了榕树圆 有没有 后来 他说上面 树不能 没法种了 因为后来发现 种不活 你记不记得 然后改设计 我就跟设计 我跟设计师讲 他是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然后被杜法局邀请来台中 要来看看我们台中的文化之美 然后我就当面这样子跟设计师说 我们台中人对于台湾卡其实是有意见 我们并不是完全接受这样的建设 但是如果 因为将来他设计 势必要所谓要监工 他设计之后 监督这个工程是不是有按照原本的规划设计 有没有变更工程内容之类 请你务必减少对于环境破坏到最低的程度 我们是这样子 用这样的方式 那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 从政策的行程 他是一个过要设计的过程呢 还是他已经送议会了 审议 比方说今年是103年 他已经在审104年的预算 也就是说 即使明年的胡市长 我讲错了 明年的胡市长 要学明年还是胡市长就要学 这不能讲错 明年如果是林市长当选 他执行的是胡市长最后一年 送给他的预算 就像 如果有看我Facebook也知道 我每次出门 身少只丢100块一样 明年是上一个老婆 我娶了一个老婆 我花的还是那100块 那一张是跟健身少去的 他在 还在 还在 就是说你政策 我们所谓政策的监督 会了解 你要知道他的流程 如果他已经送议会了 那我们是要求怎样 议员要怎样 法官 或者删除 或者 做一些变动 包括 有没有规避 还品 这些东西都是要在 议会审议的过程去做的 那如果好 就像 现在 大安邦祖园区这个案子 他是已经 议会通过以后 然后怎样 绝标了 我们今天谈完是不是会有改变 坦白说我 不是 那么的乐观 就是要那个承包商忽然有一天 他在动工的时候 说妈祖显灵 告诉他你不要盖了 不然你会死人产之类 不会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过程 那我们再看这些很多台 台中有胡志强他的这些 刚刚有讲到契恶馆 我常常跟台中的朋友就是聊一个 台中有三宝 哪三宝 你们知道 蛤 没有 你是新的 第四宝 第四宝 我们在去年 就是还没有白海豚 正在保卫馆 我们说台中有三宝 就是 塔人塔 白海豚他的金钱包 本来是契恶馆 现在被白海豚 所以说 他的政策的改变 像契恶馆 他为什么到最后 计算不见了 我们在有一年 我们办了一个十大欧盟计算 契恶馆 他是 榜首 Top10里面的第一名 也就是说四名的观感 最不佳的预算 那这个预算也删除了 那格脸的 就像刚刚嘉佑有讲的 就是 就用个名字嘛 你说要那个契恶不好 不好养 那我弄个白海豚 一样的道理啊 我曾经 即使像 妈祖园区 契恶馆 或者是拜海豚 或者是那个 学古兰 学古兰 是观物局的吗 不是喔 像观光局 观光局 是嘛 观光局来讲 你看这么多 都是在他执行的 这个业务里面 当他那时候觉得 受到一些主力的时候 他 欸我是对 有一次 有一次 他在办公厅会 市政府很贱 水 我没有讲胡志强 水 学古兰车 他公厅会 在哪里开 山上 山上的和平乡 我请问你 你要抗议 你要去和平乡 然后我还是临时充之后 没有跟你 很早就跟你讲 然后呢 来的都怎么样 在地 他在地就等下就过了 说 欸 所有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为什么不敢开在台中市 去 或者在折武 一样的道理 白海豚生态投育馆 他盖在屋漆 所以 他就决定在屋漆的 某一个乡公所 某一个地方 他就 就这样开了 他想不到 有两个雕名 一个叫江庆舟 一个叫傅东森 去了 现场到了 全部都是在地里长 全部都是 还有在地的议员 就刚刚 我所提到的 蓝色的议员 对 都在那边 然后就打算就这样过了 胡王 我们就举手发言 我们第一个说 第一个 白海豚生态保育馆 他不是只是屋漆的地方建设 除非 你将来开了你说 紫线雾气有进入 否则 你是不是应该 在 比较市区 或者在 假日的时候 他不是 他拍在上班的时间 那我们怎么去参与 或者去了解 或者去 对这个政策 来提出意见跟问题 没办法 所以我就提出 这个第一个指引 第二个 我们希望 这个 唐市政府 除了在这个 硬体建设 呈现以外 我们要确定 他白海豚生态保育馆里面 到底 有没有发挥所谓 生态保育的功能 如果没有 你就不要跟我说是 生态保育馆 如果你敢讲 你能够负起 白海豚的生态保育 那我真的要很佩服 因为 就这样的这么重则 当然就算教委 科学博馆的 这些所谓的 科学家们 科学家是 柯绍臣的儿子 对 教师教委这些很 很厉害的派 都不敢保证 我能够真的 让白海豚 能够怎么样 存活下去 那这个政府 到底要干什么 他们就要干一些 我说你名字 名字也不对 地点也不对 包括他盖的地方 是防蜂园 他会把这些防蜂园 尤其是如果住海线的话 那自己大安法主要求 我要跟大家提一个概念 就是 大家知道 有一些地方 刚刚从话开发的时候 碰到宗教 比方说庙 他会不敢动 我们看到很多土地公寓 是在那个 楼窗屋 起的心 然后变成歪字形 然后他就在中间 那为什么他能保存下来 他碰着庙 他会不敢动 所以他会有一个 所谓的什么 宗教特区之类 他只要把一些 所谓地面规划 他刮在宗教地面 他就可以让 这个 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发生了 但是 我们在这两年 有一个 所谓的南屯天主堂 南屯天主堂 是属于天主教 对不对 那教堂 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 对不对 对 对 那为什么 今天当政府要进行重化的时候 他在重化的过程 一条马路就可以从 教堂的这个围墙 就这样子划过去 然后告诉你 我要承受 因为这是道路用力 你还不能不准 你不准 就把你拆了 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 这个在台湾市是发生的 那我特别举这个例子是说 为什么对于天主教 你要用这么强硬的方式 而且当时还导致让 台湾 历史上第一次 神父还有修女上街头 数千名 加上全国的教友 游行 抗争到赤苦广场 那你换回来了 面对道教的信仰 或者妈祖信仰来讲 你为什么用政府的公堂 来为特定的宗教 来盖这样的东西 所以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觉得 没办法理解 刚刚我听到 介绍的时候都知道 你必须用政治的角度去考虑 我坦白跟你说 契合馆能够取消预算 绝对不是公民的力量 我在这里第一次讲 是因为藏心堂被抓进去了 堂哥 那时候是议长 那你就知道 一个议长不在 然后这个预算就可以取消 那表示这个预算 本来是要给谁 那为什么又有孩子 什么态保护管 堂哥回来 你必须从政治的考量 去看待这些事情 大家刚刚也有提到 大安距离大脚 相当接近 他在大甲正南宫 我是读大甲高中的 美术班 所以我对那边特别熟 我早上 我虽然没有办法考上律师 但是 我每天上课之前 我都会到正南宫去洗脸刷 如果早上起床来不起 我每天都在那边洗脸刷 对 然后妈祖也特别眷顾我 那边有多么庞大的 这个所谓的香火钱啊 或者香客的这样的一个奉献 哪需要透过你政府来花工厂 再来盖一个 属于妈祖的所谓文化园区 那我告诉你很简单 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南宫是谁 我没讲 我没讲 好 我假设我是正南宫的董事长 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我用政府的工厂盖了一个妈祖园区 其实 大家刚都有听到邵神讲 一开始他是要盖神像 那个神像是遥遥向着对岸逛去嘛 你懂吗 那如果你想像你是董事长 有政府帮你盖了一个园区 跟你从此接近 我除了来天润的香油钱以外 我还有一个园区给你玩 然后我的妈祖向着对岸 遥遥相望 谁是获利者 我不讲谁 谁是获利者 那我们又再提高一点城市 他是不是也是一种 宗教统战的一个过程 你记不记得我们彪哥 他最有名一次就是 在还没有开放洋岸山洞的时候 他第一个宗教直行 带着妈祖到对岸去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尊重 我们对任何宗教的行为不尊重 可是 现在我们看着他是直辣辣的 大辣辣的就这样子连着岸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工程 不要包括宣布缆车 这个花博 或者是拜和生态保育馆 或者是这个 妈祖人区 都有特定的 所以我 可以在 演书上大大来写说 这 就是百年 就是选举榜中的情况 所以选举年到了 你会看到从山线 熊古兰 神刚 十方顺道 后里的花博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新色 新色也是有缆车 其他缆车是有两条 然后左边我们从北到南看一样 大安 妈祖人区 然后再来 我们还有一个 白云人生爱广 往载有下来 这整个所有 包括各大单元重划 这些 你都要从政治的思维去嵌入 你才会知道问题点在哪里 不然你又永远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不是讲会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你搞懂了政客的想法 你才知道内容是什么方式 那你说这几年 我们没有成功过吗 我们这几年 在海同市 透透工业力量 想要去改变他的预算的内容 想要去删减预算 或者想要去阻挡这个工程的事情 我们没有成功过吗 其实是有的 像阿朱长期以来 在后来他推动那个所谓的书保法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两个人其实 一个是律师 一个牧师 某种程度他们都服务正业 因为你知道律师 律师一般来讲都是很识快 我以前认识律师 就来的话 我如果说跟你谈一个小时 我比金钱报销要贵 我不是说你 然后我写出状纸 你写出状 我答辩 又要收费 除底再收一次费 那个比租厂费还贵 但是你看他 他刚刚谈到美丽威 他谈到很多 包括在很多律师来讲 他不见得对于还品这种东西是了解 所以自从在台中 我们的这些社会里面 因为有他的加入 我们真的是如虎卷义 那像这位牧师 他真的 你如果刚听他讲 他就是一个社运的牧师 他是真正走入羊群 跟羊群一起 带着领着羊群 就像我身上 他带着那只羊一样 不是 不是 不要以为说我们 今天我必须最后一个小节目 跟大家报告说 不要以为我们没办法改变什么 今天像我们在这里 你们听到一些东西 你们了解一些事情 但是 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收获回去 每个人面向不同 但自己在各自的城市 像他在神刚 就有福俊的问题 像我在南屯 就有窘化的问题 我们在各自的 城市的角落 也许我们在不同地方 但我们努力的是 通常见识 就让这个城市变更好 这也是藏起来 为什么 择五的 有择五的出现 会有这样的一个 服务正业的牧师 服务正业的牧师 一样的道理 他们都愿意站出来了 那作为公民的你我 我们还只是在那边打打嘴炮 然后说按吴自强 按吴没有意义 如果有一些行动 有人发起一些行动 请你去跟随 我也查个小广告 但是这也不是广告 有人知道吗 对 台中朝日104明天 我们五点记者会 活动是七点开始 但是如果五点人多一点 那是最好 七点开始 我要进行夜宿行动 夜宿行动的前面的部分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三个小组 下去分组讨论 一个是所谓 就是朝日我们讲的是居住正义 那再来我们讲的是土地正义 各大支救会 邵珍也都很帮忙 你帮我了请到了 你想要了解哪一个支救会的问题 你可以参加他们小组讨论 另外一个是社会正义的部分 也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重大观光设施 但是我们觉得不应该 我们应该提出一些我们想法 那最后我们会从请政上的小组 出来分别提出他们对于 今天就讨论内容达成的动势 那我们会把这个动势整理起来 交给两党的市长候选人 因为我早上已经分别拜访过 林佳隆进了总部 还会稍稍稍稍稍也有去 我们一起到林佳隆总部 到不知情绪的总部 那你让我亲自来接见 那我们交换了一些意见 那我希望在明天晚上最早5点 最晚7点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在台湾市未来 林选举大概只有50几天 50几天 我要告诉大家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几乎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也就是这50几天 我们再不站出来 当这一个运动过了 再来蓝绿会归队 都知道他们照市场回去 没有人再会关心公共议题 没有人再提大妈祖 因为她已经决标了 决标接下来就是工程期间了 神刚的这个福俊一样的道理 如果假设这50几天 我们还没有把握的机会 当他再度当选 11月29号投票 11月隔天 12月29号公布票数 确定董事长连任 他将继续做到2018年 天啊 2018年也就是说 会做了17年 那17年 请问在座很多 可能都 没几岁以后 你们都很年轻嘛 可能搞不好你出生的时候 他就当市长 到现在就当市长 那重点是 这最后的四年他会怎么干 今年我们都觉得很荒谬的 他已经让我觉得说 为什么BRT 他明明他就不环保 他是柴油的 然后 然后一直出问题 他的卡的系统 刷卡系统是多卡通 他车子跟中国女同买的 然后他整个状况是 交给委托冯甲 一台车 大概都分成三个系统 你说怎么不会出问题 对不对 这这么多问题 如果再让他过了 我跟你讲 不要出BRT了 他搞不好一台 头十台他都会干 他会变火车这样一种 自救会 我们在谈的这些 任何个自救会 宣布解散了 你觉得最后四年 你假设你是老胡 我会听你说 我要怎么样去把老息破坏掉 那就是我最后的错 没有任何个自救会 能够再发挥任何公民 NGO公民团体也大概都是 所以最后的五十几件 我没有再当民家老那个 我的 我的 我的那个 原则就是先换 不好先换 再监督 假设 我们假设 林市长 未来林市长 一样有这么一群 公民的力量 每个礼拜五在这里 不停在检讨这一个 城市的政策 新市长的这些政见 有没有落实 你说 他会不会做的 胆战心经 觉得 哦 屁不住 我现在的公民跟以前不同了 如果是老人呢 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 互相取暖 今天VRT又出车 火烧车又来怎么办 啊 没关系啊 又还有三人 大概只能干这件事情 所以最后真的拜托大家 真的 先看我在监督 但是 我个人没有说 一定要支持谁 但不好的就是要把它放掉 好 啊 谢谢大家 谢谢 啊 最后我来的时间就 好 好 最后 最后我只用一个故事 跟大家互相分享 当那个希特勒 对 对我们 对我们马政府不爽的那种态度 其实如果胡志强在当选的话 可能又是 又同样的状况 又在踏身 那这次给你乱搞 恶搞 不搞瞎搞 这件事 其实 只要一个 只要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去看 就是中心教育到下来的时候 那一个光之台 拜托一定要去看 你看到光之台 你还会想要投胡志强呢 一投就派了 好 好 最后 容许我 大家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全叔 感谢你 那晚上有这么好的分享 让彼此 在这样的里面当中 主要让我们知道 行功与好联名 是我们所要坚持的事情 愿你亲自带领我们的愿意 祝福在我们的身上 向你献上感谢 祷告耶稣就圣明来求 阿们 谢谢大家